大家好,我是少年 今天带你们看的电影是所有男生都喜欢的 甚至连女生看的都会秀秀的电影 工作女囊 宝希是一位标准的女强人 她的工作能力非常强大 而她能有现在的成就 那是因为她眼里只有工作 宝希那么有能力 丈夫秀泽自然不会太差 她是一名大学教授 两人还有一位可爱的女儿 宝希家庭事业如此美满 让许多人都非常的羡慕 可实则 她与丈夫秀泽的某些生活并不和谐 并不是丈夫有什么问题 而是宝希眼里只有工作 她觉得那些生活完全没有必要 因此 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并不是很好 有一天 宝希得知了自己丈夫出轨的消息 当她赶到案发现场时 却发现是一位金发美女开门 由于公司有紧急会议要召开 所以宝希并没有进去现场 而这次会议 如果顺利 宝希就能升职加薪 但意外还是来了 惊醒磨合掉下来的全市成人玩具 在场的股东还有负责人都非常吃惊 因为这件事 宝希被公司开除了 而这些成人玩具 会出现在自己的设计箱里 宝希认为就是隔壁的女邻居做的 因为邻居秀敏 是一家情绪店的老板 这些东西只有她才会有 每天秀敏都与不同的男人进进出出 宝希对秀敏是打心底的厌恶 但嘴巴没有秀敏吸力 所以这件事 宝希只能自己受气 夜晚宝希一人在小滩喝酒消愁 却遇到了邻居秀敏 但两人经过一小伙的接触 宝希对秀敏就不再那么排斥了 因为之前见到的那些男人跟秀敏 并没有什么关系 秀敏还带着宝希来到自己的成人玩具店 在这里 宝希见到了许多让他羞耻的东西 秀敏还送给宝希一只成人玩具 可思想传统的宝希 并不能接受这个玩具 于是秀敏带着宝希来到街上 他们做了一个实验 看看路人见到成人玩具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结果所有人的反应都是表面厌恶 但内心却是非常喜爱 实验结果加上秀敏的洗脑大法 宝希拿出了那只可爱的成人玩具 那一夜是他们的美好 醒来后的宝希满面春光 他既旁想去找秀敏感谢他 可秀敏却正面临店铺倒闭的麻烦 得知这消息的宝希 内心的工作欲望又被激发了 所以他决定年丑跟秀敏将店铺重新做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本就有能力的宝希果然成功了 并且他与丈夫的关系竟然越来越好 因为宝希得知之前的金发美女 其实是丈夫朋友的老婆 一切都只是误会 更主要的原因是 宝希想拿丈夫来做实验 以此开发更多的成人玩具 随着新产品的推出 秀敏亲自测试 那效果简直还上天呢 而宝希也朗朗着想要试试 而这新产品的功能 是靠声音来触发震动 声音越大 震动也就越大 而刚穿上新产品抢内内的宝希 正好赶着要去女儿的比赛现场 在场边的啦啦队 那敲锣大鼓的声音 让宝希简直又爱又恨 啊 而时的时间飞逝 宝希的产品越做越大 但丈夫秀泽 却根本不知道宝希的工作内容 当他发现在发布会上 长期成人玩具的宝希 他好失望 但一切都以事业为主的宝希 决定在产品发布会结束后 再跟丈夫解释 但等来的却是警察 因为有人报警说 他们的传播不良内容 但宝希并不接受 因为他认为 他只是改变世人 跟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罢了 宝希的坚持 最后还是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他们的产品 站在世界各地销售 但一次女儿的发烧 让宝希彻底的冷静下来了 因为女儿生病 完全都是因为自己不负责任 工作做得再好又怎样 一切努力 不都是为了自己身边的气能吗 宝希终于明白了 他放弃了去领奖的大会 只为了要找回自己失去的气能 好在他找到了 这部电影搞笑的程度 不落意太久 但少年觉得 他结尾所表达的意义更加精彩 我们奋斗努力不都是为了自己或者身边的人能过得好吗 气能才是我们最大的资本 并不是有钱他们就能快乐 这事实上能让他们真正快乐的 是你多去陪陪他们 时间是无价的 希望那些出门在外打拼的少年少女们 有空打个电话给父母或者朋友们一个问候 别被生活工作的压力害得我们的两只都没了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